大家早 今年破紀錄了 因為在八月底 不會有颱風警報的發布 這對於我們這個氣象史上面來說 這可是頭一遭到了八月底 沒有任何颱風接近我們 但目前太平洋上的第十一號颱風 未來有沒有可能接近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個禮拜 我們的天氣狀況 要怎麼樣的變化 十一號颱風 目前是偏西的方向在移動 週二 週三不影響 我們是屬於Satbuckle的天氣 下午外出山區活動要注意 東半部可是天氣晴朗 四 五 六 這三天 颱風的中心位置 在我們東方的遠洋 八百到五百公里的位置 北部東部的迎風面 會有短暫雨出現 往中南部走 仍然天氣晴 下午有Satbuckle 但東部海域的風浪就偏大了 接著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位置開始要北轉 星期天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位置 到達了琉球群島附近了 我們雲層量只有在山區多 平地的部分天氣再好轉 週休假期的近海風浪都偏大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 整個移動的方向 颱風的位置 很穩定的朝著偏西的方向走 最重要在日本的上空 是個高壓廠範圍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一直到達青康藏高原 這個區塊來說 可就是大陸那邊的 南亞高壓所在的位置 今年夏天 整個南亞高壓的強度都偏強 尤其南亞高壓的強度 已經到達了琉球群島的附近 使得在我們的高空場的範圍 當中都在南亞高壓的範圍 但這個高壓偏強 也就使得颱風系統跟太平洋 高壓之間大概到達了日本 南部這個位置之後 他就會沿著南亞高壓的邊緣 逐漸往比較偏西南西的方向走 因為兩個高壓中間沒有縫隙 沒有朝線讓他往北走 那我們就來看看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氣圖了 今晚的地面圖可以注意到颱風的位置逐漸到達了日本中部南方的海面上了 整個強度的部分持續的增強 尤其當他到達日本南邊琉球群島附近 這個海溫 這邊大約三十二度 所以他的強度大約到達琉球南方海面的時候 就有機會增強為強烈颱風 那我們就來看看他未來的整個路徑前世了 以目前的資料來看的話 預估大約到達了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會到達琉球群島南方的這個海面 強度大約在強烈颱風 但未來的走向會逐漸往北轉 最重要的轉彎的原因就在於南亞高壓的強度要退縮了 當他退縮之後颱風就有機會往北偏 但如果退縮的時間慢的話 他就有可能更接近於我們台灣東方的海面 但如果退縮時間如果快一些的話 可能大約在禮拜四禮拜五 就開始往北偏往日本或韓國的方向移動 所以對我們來說 他在這個角度上去只有外圍水氣會影響到北部跟東部 對於中南部現在缺水的狀況來說 沒有辦法改善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溫度了 今天的溫度在外島地區仍然是屬於悶熱的 在澎湖午後會有短暫雨 台灣本島西半部有午後震雨 中午悶熱 東半部地區天氣晴朗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陽光牆外出活動要防曬 午後震雨三區多 下午三區活動要注意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有特意味道 你的 你想